住在副理箱的李春美 每当稻米丰收都会把自家生产的白米捐给花莲市公所 要分享副理毫米 日前也在捐了50包3公斤白米给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不过这次是以日前因为染疫病逝父亲李金华的名义捐出 为了感念父亲一生务农辛劳 期盼捐米可以照付更多详情 感念父亲一生务农辛劳 住在副理箱的李春女 17日下午将自家生产收割的50包3公斤白米 再度捐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不过这次是以日前阴染疫病逝的父亲李金华之名捐出 期盼捐米为家人耕植福田 这次好像比较不同 因为之前都是用你的名义 就是爸爸前不久走了 我内心很心痛 想说用爸爸的名义捐赠这样子 让他有那个 要怎么讲 就是用爸爸的名义捐赠 让爸爸能够跟在佛祖身边 他特别把爸爸的大爱 李金华先生的一个心愿 来捐到我们食物银行 他特别捐3公斤50包的白米 副理米来捐给我们食物银行 那也特别交代我们要给 这些弱势的家庭 还有需要的家庭 来清理相关的白米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 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在急难的时候 得到相关的协助 那我再次要谢谢我们李金华先生的遗爱 那也谢谢李春女小姐 过去不断的来支持我们食物银行 未来也希望我们食物银行 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伙伴 也要谢谢过去对食物银行支持的社会大众 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来照顾好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提到父亲 李女士与戴梗叶表示 收割后捐赠白米给食物银行 已是每年例行行程 感谢老天赐予稻米顺利收成 也希望能为社会竞点棉包之力 魏嘉谦表示 因太平洋重古麻辣松和李女士结缘 感谢乐善好事的他以父亲名义 投入更多爱心 希望能在吉南时刻帮助到更多急需帮助的人 记得讲包演华林匙报导